面對現在目前人工智慧蓬勃發展的這個世代 三星總醫院針對心電圖所開發出來的人工智慧輔助系統 針對心急梗塞或是學甲異常緊急的救護 都已經發現到它所帶給我們的好處 演算法扮演一個守門者的角色 當民眾一旦有胸悶胸痛的症狀 一兩分鐘的時間內他就可以執行 這樣一張心電圖 在醫院端在短時間裡面 就可以獲得這樣一張心電圖 當有這個人工智慧的心電圖介入之後 一旦AI覺得他有問題 他會群伏給值班的心肝科組織醫師 那我們在他做救護車專程中 我們就可以盡早準備 更可以節省這個時間 病人心肌梗塞來到急診室 國際規範要在90分鐘之內 把血管把它打通 可是如果有人工智慧的心電圖介入之後 到60幾分鐘之內 我們就可以病人來到急診室 我們可以就把那個血管打通 另外一個應用就是血管異常的部分 重手接著是台灣是一個慢性腎臟病 腎行率很高的區域 高血管 我們傳統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在醫院抽了血 最快的速度送上機器 要40分鐘你才可以取得這個血管的數值 透過我們的心電圖的話 短短一分鐘之內心電圖的檢查 人工智慧就可以提供一個 相當準確的血管濃度的預測 高風險的病人 我們就可以進行相關的降甲的措施 甚至緊急進行透析 把它的血管降下來 主動脈玻璃其實是一個 在我們急診室非常重要的急診 那臨床的最常見的症狀就是胸痛 一分鐘之內的一張胸部S光片 然後再加上心電圖 還有它的抽血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去預測出 它是主動脈玻璃的高危險群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緊急的去做 執行電腦斷層的檢查 然後去確認它是不是主動脈玻璃 在主動脈玻璃這麼低盛行率的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有高達62.5%的養性預測值 八個AI警示說它可能是主動脈玻璃的個案 我們有五個是確定是主動脈玻璃的個案 這樣子 所以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人工智慧的警示 我們可以讓醫生不會漏死掉 這個主動脈玻璃的這個可能性 在慢性的部分 過往我們知道 這個左心式射出率的評估 需要超音波機器 需要訓練有數的技術員 我們才能夠獲得相關的數據 透過一張12導層心電圖的資訊 我們就可以去預測它的左心式射出率 如果AI預測它是低的左心式射出率的話 兩三年後的追蹤 其實它的左心式射出率變差的機會 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這些高危險群的病人更好的照護 我們的穿戴式裝置 目前已經可以到我們的AI中心 進行即時的分析 分析結果如果發現有異常 就可以提示責任醫師 我們希望未來有簡單的 一個Portable的Device 讓病患能夠獲得24小時無間斷的醫療輔助判讀 人工智慧輔助醫療判讀 除了可以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之外 也可以協助醫師空出雙手 去做一些更監禁的研究 更進一步的提升醫療品質 演算嘛其實是不勞累的 相當於有一個自身醫師20小時 提供我們醫療服務 我希望未來我們能夠結合 台灣一直以來以利以為傲的ICT產業 跟我們三一種醫院特有的 這樣的一個醫療的技術跟知識 來讓三一種醫院發展成為 我們智慧醫療產業 以及我們智慧健康照護產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孕育的一個搖籃 我們要게到處理的 我們來自身體的一部 開場地道 我們要來自身體的一部 進步 給大家看 這個充足